在運通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二月十一号 星期三晚上十一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 先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因为台积电 群创等电子全职股 辖着利多大涨 开高走高 盘中一度 弹升将近一百点 逼近了九千五百点大关 断多重涨兵符 尽管尾盘涨 涨不是收敛的 而家群指数收盘 还是上涨了六十八点五二点 收在九千四百六十二点二点 重返了九千四百点 还收复了五日线 成交量也放大到 九百六十五点五亿亿元 内股部分 电子今天吹起反攻号角了 强势林长大盘 为风光行情暖身 台积电双喜临门 元月营收标高 以及去年度大方配息 四点五元 星期二ADR大涨 今天再标新天价 盘中触底是来到了149元 带动了供应链汉维科 以及在整个汉塘 这设备厂都是齐步走扬 只有红海红基 遭到卖压调节了 相对是比较弱势 而昨天撑盘的金融 今天是涨多休息 不太经开发金元大金 是利手在平盘之上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面板大厂的法说会报喜 今天是由群创跟TPK引领大涨 群创开盘就跳空涨停板 收盘涨幅是来到百分之六点七三 股价16.65元 TPK成宏盘中涨幅也将近有百分之六 来到两百一十三元 IC设计厂原项力奇 昨天开发说双双报喜 原项董事长到现场主持 对于研发许久的产品 渴望在今年收割 力奇也对手机的展望乐观 普遍优于IC设计族群的展望 今天是双双进阳 原项大涨超过百分之四 力奇涨幅也超过百分之三 受惠于客户端积极的拉货 国具还有奇力心 一月合并营收同步登高 近期股价也强势上扬 拨随着农历长价将至 加上股价涨多了 国具跟奇力心是开高走低 同步的收黑 受惠于中国智慧型手机品牌厂的 农历年前拉货 零件代理商琴雅 还有市上圆月营收都双双报增 股价连媒大涨 琴雅工上涨停 报价是17.3元 至上也有4%左右的涨幅 中油与日商鞋合发酵 以及国内的兆风营 携手在高雄领海工业区 成立了新公司了 计划投资137亿元 新建石化高值化的工厂 预计2019年会商转 中油指出 这个投资案将可以为高雄 创造15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每年贡献2亿元以上税收 是日商在台湾最大的石化投资计划 法案在其货的布局 还有三大法案的买卖超盘名 外资持续买超74.69亿 投信时卖超了5.76亿元 而资计商市买超5.28亿元 总计三大法人买超了74.22亿元 详细数据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期货部分以9480点作收 上涨了48点 与现货相比较正价差17.78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多单是加码了3388口 至12482口 投信多单是小增239口 净空单部位是降到814口 晋商多单是加码了555口 净空单是降到1103口 总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了4182口 净多单数位是来到了10565口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在外资法人的观点 联发科法说会之后 总计有10家外资券商调降了合理股价 最高跟最低价分别会1600元跟400元 差价高达了200元 巴克莱就认为 由于联发科目前外资持股比重 已经达到64%的史上新高水位 预期未来的股价波动幅度会很大 元月PC代工以及品牌厂出货不如预期 巴克莱指出欧元汇价表现疲弱 以及缺工是造成衰退的主要原因 预计情势恐怕会蔓延到2月以及3月份 因此巴克莱建议投资人选择科技硬体等防御性概念 包括了可乘台达电 大力光联想还有何说 神龙去年第四季营收表现令人失望的巴克莱认为 在整个神龙的价格是压力并未减轻 客户端订单失去动能等问题可能还会持续 因此维持卖出平等并且将目标价从45元下修了22.2%来到35元 这就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西向台今天出汤的偏多讯息 中华电信1月营收是193亿 年成长0.1% 美股净赚了0.46元 荣登了电信获利王 优于台湾大哥大的0.45元 跟远传的0.29元 去年并购四川的南风水泥场 大陆产能增加 使得雅尼今年1月营收冲高来到68亿 年增13% 雅尼表示冬季向来是产业淡季 预计四月将会开工生产 大陆厂也将重新启动营运的动能 圆月车市告捷五大车厂营收全面成长 玉龙更是因为两岸纳志节热销 带动了营收冲上了151亿元 年成长高达了31% 创下了历史新高 货柜航运三雄云份的营收 受惠美国经济的复苏 加上了美西码头工人罢工事件 为运驾带来支撑 表现淡季不淡 旺海就认为要是表现最好的 元月营收62亿元 年成长高达了20%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纪录 自行车双雄 一月营收成长 欧美销售暢旺 巨大一月营收超过了46亿元 年增6% 另外美利达因为欧美客户最佳订单了 加上出口满单 一月合并营收20亿 年增15% 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F中租一月合并营收30亿 比去年同期成长6% 探望未来中租表示 今年是会将维持大陆跟台湾的双成长引擎 还会增添东协市场 准备让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再度推上新高的水位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黄金双节运 五站到达安 南市角生活圈 台北时尚 一致三房 29486777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小带开心的开着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距离游 不妙哦 卫市安全带致死率为有些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长绕固 避妇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来新幸福 紧紧细处全家不高工具关心平哦 小带来新幸福 PTW国际建筑团队 双捷运精品饭店宅 台北时尚 南市角捷运站旁 2948-6777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是贬值6.2分 达到31.564元 兑换1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7.09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看看 我们下转看 我们下转看 国际重大的财经讯息 全球央行2015年 是相继实施的刺激措施 就像一场全球的货币战争 从欧元区中国澳洲 一直到加拿大 占全球经济规模三分之一的国家 都先后采取了措施了 促使自家的货币贬值 却相对升值了其他的国家 像美国瑞士丹女等等 出口都面临的挑战 根据澳洲木尔本研究院的调查 受到央行调降利率 以及汽油价格下跌 家庭财务跟国际经济的前景 变得很乐观 带动澳洲二月的消费者信息 来到100.7 创下13个月以来的新高了 比一月的年减9.7%来相比 是显得有显著的改善 中国市场营收大增 推升动了苹果上季的财报 又刷新了记录 苹果公司的市值 也因此高达了7107亿美金 约是新台币有22兆 3870亿元 不但再创公司历史新高 也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 超过7000亿美金的企业 在苹果上周发行了 65亿美金的债券之后 软体巨部微软 也发行了107.5亿美金的公司债 创下今年以来 企业最大的发债规模 凸显出美国大企业 正赶在联准会 今年可能升息之前 积极地来借贷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雅股涨跌户届 大陆上证指数是上涨了16点 涨幅是0.51% 详细数字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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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联网概念发销 包括了英特 高通和三星等晶片大厂 都积极地布局了 加上各国政府是大力推动智慧城市概念 工研院乐观地估计 市场规模有望从今年的不到150亿美金 到2019年是突破260亿美元的关卡 门被误触 警报器马上大声作响 提醒住户家里有状况 更能连上智慧型手机或是平板 在外也能随时掌控家中状况 物联网热度延烧 工研院更将今年定调为 物联网成长爆发年 物联网的时代基本上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然后开始要进入一些应用的层次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Smart Ready 然后IoT Go 举办新春餐序由主任苏孟宗主持 谈到物联网发烧 他认为台厂应该要寻求更多创新应用服务 乐观预估全球物联网市场规模 将从今年的146亿美元成长到2019年的261亿美元 台湾在硬体这方面的话 特别是ODM其实练就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功力 所以软硬整合还是要去补强软体那一个部分 但是台湾应该不是完全没有优势 其实包括英特尔 高通 三星等晶片大厂 在今年美国消费电子大展CES 全都积极推出物联网解决方案 政府也大力推动智慧城市概念 台厂应该要如何掌握先机 能否顺利从硬体转进软体 加强服务整合成为关键 副宣承介维台北报道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公布 元月营收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直逼七成 改写历史的最佳记录 通过董事会决议配发4.5元的现金鼓励 创下近18年来的新高 全球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好消息频传 卡冠已久的中科环评顺利通过 渴望如期在今年3月展开中科5期扩产计划 全力冲刺16以及10奈米制成 1月财报更令人眼睛一亮 甩开淡季1月合并营收来到871.2亿元 较上月增加25.3个百分点 更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69.4% 继去年10月之后再创单月历史新高 成绩好台积电不忘回馈股东 鼓励政策出炉通过董事会拟定 今年美股将配发4.5元 终结连续6年现金股息维持3元惯例 创1998年以来新高 殖利率3.12% 另外也通过配发员工现金奖金与现金红利 总计352.92亿元 平均每位员工可以领到92.87万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企业 分身成届委台北报道 IC通路商文业举办法车会 继去年营收创新高之后 元月业绩同步改型的历史记录 年增率超过4成 董事长郑文宗预期 尽管步入了传统淡季 但受惠于年前的提货潮挤注 营收减幅渴望控制在各位数字 呈现淡季不淡 与公司高层交头接耳 脸上神情似乎非常愉快 文业董事长郑文宗主持法说会 为投资人带来好消息 去年营收首度突破千亿大关 缴出年增两成的好成绩 改写新高 事实上去年对半导体通路商来说 确实是个超级好年 像是对手大连大 全年EPS也达到3.5元 占文高档水准 怎么看今年郑文宗喊出全新目标 今年的第一季因为部分的大客户还在拉货 所以第一季传统上是会比第四季下滑一个幅度 那今年也是会下滑一个幅度 但是幅度并不大 物联网跟窗戴式装置主要就是 主攻microcontroller 然后这个connectivity跟sensor 这些都是文业的强项 原月业绩达到111.37亿元年增四成 尽管步入传统淡季 但正文宗强调 客户年前拉货潮力道强劲 穿戴式装置物联网商机延收 以及大陆政府持续建设LTE 带动相关设备出货 都将推升公司再重营收高峰 Fresh 宣程届委台北报导 观光餐饮品牌一月业绩全数公布了 F美食营收年成长12% 击败了网品集团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接下来连续假期 外食需求人口成长 渴望为后续的营运 增加成长火力 深色咖啡豆 从烘焙机出炉 还需要经过降温程序 才能成为手上一颗颗油亮的黑色黄金 F美食公开旗下85度C 产现标准作业流程 在市场上强打在地处理食材的品牌风格 整个后勤支援体系的优化 还有既有店这方面的整个 一些基本功怎么把它带上来 我是觉得蛮乐观的 成功几下网品 以16.1亿元年增率12% 拿下一月观光股 营收冠军王F美食 在中国大陆展店增加到70家 美国地区更从去年8家 扩展到14个据点 接下来农历年节 加上情人节 连续假日档期 带来的外出饮食需求 更可能让二月表现超越同期水准 关键的市场应该是在美国 因为唯有你在美国 能够在那个地方 能够占照一个地位 85度C的这一个品牌 才是真正的国际化的一个品牌 现在最主要的成本 不只是在营业上的成本 我们还考虑到全球的运送成本 因为我们现在95%的原物料 都是由台湾统一输出 为了确保我们的品质 跟我们的一个风味 那我们也会考虑到全球 某些地区去设ODM的工厂 授权给那边的厂商 那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省掉关税 它的运费上面也可以节省 那马上就可以提高 它的毛利跟金利润 后过自动化制程 维持餐饮品质 六角茶饮本业 大局采用科技化管理 独家代理日本品牌餐厅 预计今年加开两到六家门市 采取提高客单价策略 一月营收1.29亿元 缴出年成长43.16% 同步改写同期新高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道 金融机构打亚洲杯 透过并购扩大集团规模 已经成为市场趋势 台湾人寿就强调 董事会已经提案 重新启动与中信金控的 合并案谈判 公开喊话强强合作说法 更让外界再度关注 双方并购案之后的 后续发展 台湾人寿公布董事会决议 将重新启动与其他金融业者 讨论合作策略 其中最大关键 还是因为董事会成员 兵戈态度已经出现变化 原来决定说要跟 中国信托金融机构合并 后来又反对 这主要是股东的意见 现在如果说没有合并的话 那基本上应该是非物原创 就是农班掌握 台湾人寿的经营权 一般董事七位的名单里面 台营的代表是两位 那另外农班的代表是五位 去年毁婚没有加入中信金控 台湾人寿现在出面示好 公开喊话 过去有谈判经验对象 讨论起来会比较顺利 更表示强强合作 才有合并效果 暗示双方再续前缘有转环空间 让中信金这次成功取清机会 提高不少筹码 请大家再有耐心一点 我们现在还是在进行 所有的投票作业 那在跟董事会报告之后 就会在最快的时间来跟大家宣布 强调扩大保险事业规模 是既定目标 有任何好的机会 不会轻易放弃 虽然台湾人受股东 台湾银行低调表示 还没有收到大股东 龙邦国际交易案讯息 但外界对中信金 渴望再度成为并购案准新郎 还是充满想象空间 林志远 程维佑 台北报导 台湾金融研讯院举办石油论坛 讨论国际油价下滑 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原大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 院长梁国研究强调 美国没有减产迹象 加上石油输出国 持续以价格战争夺市场的主导权 影响层面将会持续扩大 全球石油价格从百元以上高点 崩跌到55美元 累计从去年6月中到今年1月底 跌幅高达6成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EA预估 2015年布兰特原油 平均每桶价位可能只有55美元 原来大家都是寄望 沙古地阿拉伯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现在沙古地阿拉伯反而认为 USA你可以担任 Swing Producers的这个角色 你的这个产量也跟我差不多 所以他想把这个责任 这个推到这个USA这一边去 全场观众把台湾金融研训院 经济论坛作为坐满 通常贵宾包括淡江大学教授 还有中油主管 以及富邦金控经济学家 对于物价指数 以及总体经济影响层面扩大 相当担心 杨国渊指出 美国不计高成本开采页岩油 今年产量持续扩充 短期内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价格战争不会停止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在 就是说三四月这个市场 动荡不安这一段时期过去之后 那整个基本需求开始会上升 那说不关于说基本消费 那整个经济成长 就会因此而加速 最近两个礼拜油价强势反弹 但价位还是落在 每桶60美元以下 经济学者不敢挂保证 价格什么时候会稳 但强调价格趋势不变 全球所得将会流入 长期输入石油的国家 像是新加坡 台湾就渴望相对得力 提高经济成长表现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前面现场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 轰天雷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一品牌 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 022365 3255 多年来 我在台湾透过旅行 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看到了这块土地上 人们为永续发展 所付出的努力 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 迈向绿色永续会 PTW国际建筑团队 双捷运精品饭店宅 台北时尚 南视角捷运站旁 29486777 为机上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欢迎光临 这是 这是MIT微笑标章的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标章 产业别图腾 验证机构 还有标章编码 哇哦 小小的吊牌上 有这么多清纯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 还可上网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 那我来挑什么呢 挑款式及颜色啊 认名 这样的MIT 安全健康 值得信赖 台达店一开年就有好兆头 医院营收冲高 来到了167亿 月成长3% 社会网通产品出货强劲 没有受到淡气影响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14% 马总统喊出要在2020年达成FTA全球涵盖率六成目标 尽管台湾目前在亚太区经济自由度 站稳第五名地位 中华经济研究院长吴忠输就试紧了 一旦中韩FTA完成签订 势必将影响出口表现必须要审慎观察 国内经济自由度到底有多高 根据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出版的2015年经济自由度报告中显示 台湾在全球185个国家中排名第14名 得分连续五年上升 在亚太中则位居第五名 仅次于香港 新加坡 澳洲以及纽西兰 上我们加入WTO以后 我们比起其他的国家来讲 经济自由度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确在有些服务业的法规方面 或者是市场准入的方面 是有提升的程度 特定邀请传统基金会贸易及经济中心主任 Terry Miller来台 吴忠输坐在台下专心听着演讲 不过谈到自由度 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脚步 成为关心焦点 比起邻国来讲 像韩国来讲 它是积极度很高 当然我们是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 国人对于很多 有些像中国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 是比较多疑虑 所以相较起来 人家进步比较快 我们进步的比较慢 如果你根据2014年资料 台湾的排名 我认为应该还可以在 再往前 虽然根据报告中 我国在亚太排名 优于韩国日本 但中韩FTA将正式签署 加上近期汇率变动风险 都可能影响对外出口表现 后续发展 值得密切观察 富士圈陈威佑台北报道 全球PC市场 进入淡季NB代工龙头 广达1月出货就下滑了 营收月减了21% 相较于仁宝 还有英业达以及伟创 1月是衰退最多 不过广达表示 随着3月下游的需求回温 预估NB出货量 会超越1月份的表现 清控1月获利出炉 富邦清控税后大赚了91亿元 年成长直逼私承 坐稳冠军宝座 国泰青也延续去年的爆发力道 年增6成之多 税后存益突破了65亿元 成长幅度惊人 金控圆月获利入市出炉 六连霸的获利王富邦金控 再度令人惊讶 社会受险投资收益大要劲 1月税后盈余达到91.29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36% EPS0.89元 盈利的迹效 可以说是 在所有金控公司里面 表现应该是最好的 富邦金创下同期新高 1月获利数更相当于 一家中小型金控一年的获利金额 国泰金也不遑多让 同样大赚65.3亿元 年增6成以上 EPS0.51元 成长的幅度还是相当的不错 以目前来看 大概是应该会比去年来得更好 金控双雄业绩表现 双双打破记录 赵丰金也不是省油的灯 称霸公股行库之首 售后金利来到27.79亿元 EPS0.22元 此外第一金和华南金 则社会资产品质改善 呆账提存大幅减少 获利都较去年成长一到两成 凸显金融产业明显回温 富士生成为有台北报道 鸿海一月合并营收是3960亿 月减了两成 不过年成长还是有25%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显示出鸿海大吃苹果是淡季不淡 而展望未来反而也预估 iPhone产品的相关益助 将渴望维持到今年的第一季 成功法说会上新任的总经理 兼执行长钟一华 以电兵的链字为今年下注解 强调产业情况变好 算说面对了同业杀价竞争 然要从管理面左手 来提高良率还有竞争力 相信胜者为王能够重新找回获利 除控笔电市场不如预期 价格又面临来自中国业者杀价竞争 在写流成和的情况下 成鸿音乐合并营收110.41亿元 年减4.8% 从鸿海挖来的新任总经理 兼执行长钟一华 刚上任满三个月 誓言要把成鸿训练成猎豹 对于自己的第一张成绩单 也侃侃而谈 从原来一个比较肥胖的狮子的 然后把它变成是猎豹 第二个我们希望 让公司有个狼性的文化 然后让公司转向一个BU制 一个负责的文化 我觉得第一步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达到了 法说会上看得出来 钟一华态度大方 强调今年触控情况 虽然开始好转 但仍会很辛苦 今年产业秩序 还会面临洗牌的情况 成鸿在管理方面 也得进行调整 要重新找回获利 才能度过最坏时机 用一个字去形容 我觉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就是练 练身体的练 我们把身体练好 我们要站稳马步 我们才能在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我们能够胜者为王 这个胜不是胜利的胜 是胜下的胜 除了手机平板与笔电运用之外 钟一华更看好未来 在穿戴式装置与车用市场的表现 目前穿戴式产品已经累积一定的客户 未来要更努力打进汽车触控市场 在新的商机中站稳领先的地位 戴军颖 陈伟佑 代表报道 群装报喜上期获利冲破百亿 单季大赚了111亿元 登上了全球面板厂的获利之冠 每股盈余是2.3亿元了 看好今年面板业的景气 还有整体供需 预估第一季出货会减少 来到全年的低点 或随后渴望呈现足迹的上扬态势 华硕去年全球NB4战略 位居全球第四大 乘胜追及再推出新产品 尽管1月合并营收月减幅度 高达了17个百分点 但是直行长沈正来预期 今年变形笔电的出货量 将较去年翻倍成章 一口气推出三项新品 最令人眼睛一亮的就是它 厚度只有7.6毫米 重量更只有720公克 主打超轻薄 特别的是透过锡磁式转轴设计 只要轻轻一拉 马上变身平板 不用担心吸力不够 不管怎么帅都不会分离 华硕Transformer BookTree 首度登台亮相 T100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声量 还有新战力 四战力 那这一次的气的话 我们是把T100这样的 欧合役的创新 再推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极致 我的巨市计划里面 每年还是要成长15个% 这是我的巨市计划 在五年内要达到两倍 这个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目标 根据市调机构Treadforce 最新调查 去年华硕全球NB市战率正式超越宏击 成为全球第四大NB品牌 执行长沈正来为今年出货目标 写下新希望 整个销售量要慢慢从 从现在的大概接近5个% 往10个% 在我们的整个笔电 往10个%来跑 二合一这边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量 我的预估的量 应该还有机会一倍成长 与其今年变形笔电出货量 要较去年翻倍成长 不过华硕一月合并营收 月减17.6% 只达到349.74亿元 其中品牌合并营收 也同步月减17个百分店 来到318.68亿元 能不能靠着新品重营收 达成集团的巨师计划目标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福利宣陈威佑台北报道 严华去年合并营收是357亿元 年成长来到了16% 去年每股税后盈余是7.8元 创下历史新高 延华预估 今年营收渴望再成长16% 毛利率维持在40% 今年营收目标是要冲上 400亿元大关 金元代工厂联电 受惠28奈米顺利开出 1月营收年增28个百分点 改写历史次高 再往第一季看好出货量 以及平均销售价格双双上扬 加上了8寸厂的产能利用率 全线满载 营运淡季不大 砸下18亿美元资本支出 扩建28奈米产能 金元代工大厂联电 积极拉近与台积电 以及三星之间的距离 只要公司的第二代 14奈米制程 能够赶载第二季投产 让客户下半年完成晶片定案 与对手的技术差距 将缩短到一年 我们在维持技术领先 以及建设高阶产能的长期承诺 去年第四季缴出量力成绩单 合并营收达到372.35亿元 创下新高 第一季更甩开淡季魔咒 目前除了8寸厂产能利用率 全线满载 12寸厂利用率也直逼9成 推升1月营收达到128.83亿元 改写历史次高 年成长28个百分点 优于预期 观察第一季出货重点 连点预估 晶圆出货量将计增2到3个百分点 晶圆平均单价 有望成长3% 代工事业毛利率约25% 至于产能利用率 则将维持9成的高档水准 增添营收动能 福利宣传为佑台北报道 三星宣布将投资36亿美金 打造一条全新的面板生产线 三星表示 这项投资案将从今年动工 预计2017年开始投产 新的生产线将提供 供应智慧型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 使用的中小尺寸的 OLED电视面板 LED累计龙头厂经电 受到高阶背光跟照明需求畅望 农历年前客户提早备货了 元月合并营收来到24亿 年成长高达27% 是历来元月最好成绩 而LED封装龙头异光 1月营收只有小幅衰退3% 加上忘记来到 获利可望持续的向上 LED厂1月营收触底回升 龙头厂经电 1月营收达到24.16亿元 月成长19.13% 年增率更高达27.96%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高阶产品需求畅望 产能满载 农历过年还要赶工加班 提前为旺季需求备货 产业春宴已经到来 这三年LED的照明会进入主流 它的市占率 每一年卖的量里头 会从50% 然后到15年可能就20到30% 经电表示 3月的能见度不错 LED产业有明显的复苏 产能利用率有机会向八成来靠拢 包括背光及照明都有不错的表现 想要建立品牌 或包括大量的这个 数量的这个渗透呢 已经到了一个甜蜜点 整体来讲 成长的速度呢 以及弧度呢 会比7年大很多 另一大厂易光 因为去年12月营收基期比较高 1月营收呈现衰退走势 来到25.4亿元 效幅衰退3.24% 为史上最强的1月 加上传统旺季从3月启动 获利可望继续攀升 东北1月营收也弹升28% 而龙达在背光新机种拉货 及照明新通路发酵带动之下 营收达到12.7亿元 月增13% 戴军颖 陈伟佑 台北报道 以上是今天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 终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大池摩天轮馆 冬日购物节挑战全年最底价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参加冬日购物节 交通很方便哦 碧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瘾 新店捡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29131333 李财周刊与影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李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特付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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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只是只是一句我爱你 而是保护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爆节目现场 欧美股市随着希腊债务协商进展起舞 又传出协议有望 美股应声大涨 风关倒数量说 日K线是连三黑的台北股市 今天是终于回神了 由电子龙头台积电领居 搭配法说释出正面讯息的群状 展开了甜蜜复仇 穿着金融传产观望气氛依旧 但是电子挑大量 大盘开高震荡增量 指数成功收复了9400点 也收复了5日和10日均线 多头再度返回9500点的城下扎移 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了68点 以9462点作收 成交量是放大到965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运达投顾的颜一鸣分析师 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颜老师晚安 国开好 大家晚安 小颜老师再过两个交易就要封关 所以目前在整体的气氛上 一伙是偏多一伙又偏空 让投资是蛮担心 整体盘是该怎么看的 而且明天的选股重点 好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大盘 也就是目前为止的大盘 按照的筹码面来看的话 那外资的部分的话 已经连续8个交易的 都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么只有所谓的自营商 跟投信的部分的话 是稍微的在所谓的封关之前 来做出一个调节 也就是筹码面的部分 目前为止的话 我认为是偏向于多方的 那均线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五日线 跟十日均线的位置 都已经站上了 那根据以往经验告诉我们 也就是封关这两天的话 大涨的机会 超过70%以上 尤其是最后一天的封关 我们往前推 所谓的十年的一个交易的 一个季度的话 几乎每一次 都是做所谓的上涨 收红 那机会是非常大的 那目前为止的话 明天这个关盘重点 也要集中在所谓的电子的族群啊 因为今天的电子的族群 有开始有所谓的转强的一个讯号 那金融类股的一个所谓的 K线图告诉我们啊 目前为止啊 这个K线的形态 也正在走所谓的多方的格局啊 所以说包含金融跟电子双 双主流之下的话 那今天的所谓成交量 又开始做出个补量上攻 我认为明天要收红的机会啊 会非常大 而且这个所谓封关的行情 我认为在最后两个交易日 即将启动之下 这个前坡的一个高点 9533点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做出一个越过的动作 这时候投资人要注意到 手中的股票有机会做出 一个大涨的格局的时候 这时候的话 有些股票要去做出一个抉择 也就是有些股票的话 可以选择所谓的暴股过年 那有些股票的话 可能逢高的话 要先行做出一个获利了解动作 是 所以目前在整体的一个选股重点 也请不请教严老师 不知道在今天但是都是看台积电 跟群创这一时大型的全资股 而在整个其他的一些族群面 跟产业面的投资人在封关前 该怎么做一些选择呢 那其实封关以前的话 这个行情的看待 就是要看到所谓的重要的全资股 包含大型股 因为这些所谓的全资股 跟大型股的话 那对于所谓的大盘的 加勤指数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后面的一个行情的话 要先留意到这两天的一个 关盘重点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台积电 这张股票 因为看到所谓美国的ADR 盘后是所谓上涨的 所以说今天台积电的一个 所谓盘中的表现 是属于一个跳功大涨 创新高 那么看到今天法人 包含外资的话 持续的做出一个买超的动作 尤其是外资 买超的接近两万五千张 这个所谓的买超 我相信在封关前的话 应该还是会持续的 那当然群创的一个 所谓法所谓的行情 在今天正式的启动 那今天盘后所谓的交易资料 我们所看到涨停板的一个 所谓的张书 有高达四万多张 也就目前为止 股价是属于一个建高 修正结束之后 今天做出一个跳功大涨的动作 那当然这些所谓的全职股 也就是关盘的一个重点 那包含所谓的台积电 是晶圆代工的 那我们看到所谓的代号 这个所谓的231的日月光也好 做封测的 那包含所谓的代号2325的细品 这些重要的全职股是做封测的 那目前为止 上涨的一个格局并没有改变 关盘的一个指标 3008大力光今天也是大涨的 那这些所谓人气股也好 重要的全职股也好 我相信法人可能还是持续的 站在所谓的买账 所以说这些就是所谓的关盘重点 另外一个族群的话 就看到LED的族群 近期而言的话 LED的族群的话 它的顶头羊就包含 代号3591的爱迪森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的话关盘的重点 包含了所谓的金电 2448的金电 包含3698的隆达 那目前为止我认为 这三档股票的话 是有机会成为一个LED的 一个领头羊 那这个族群方面还要留意到 所谓的汽车的族群 因为所公布的一个营收的 一个报告 目前为止 汽车类股包含零组件的部分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成长性非常大 所以说今天看到盘后 包含代号2231的维生在内 那股价都做出个大涨 包含玉隆集团的2207的核泰车 我相信这些股价的大涨的话 对于日后汽车类股的一个大涨的话 是有指标性上面的一个意义的事 是所以看到目前在整体的 汽车族群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注意留意 而且包括了在业绩题材 也基本上演老师 我们大概在四分钟进行广告 包括在1月份的营收 已经公布完毕了 是不是在当中也会一些 而强势跟财面持续向上的类股 投资人可以来做些留意 甚至报股过年 那所谓的营收公布的话 目前为止就是与族群而言的话 包含汽车跟电子业的话 它成长性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 所谓的贵买指数的话 1月份营收创新高的股票的话 这个中间的话 就包含到所谓的PA的族群 80这个86的宏杰克质量股票 目前为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 那如果说把人是站在买方 持续做站在一个买方的话 所谓电子零主线的话 就要看到所谓代号4915的 自身这张股票 我相信这些股票都是目前为止 都是呈现一个多方的一个格局 如果说1月份的一个强势股的话 我们可以持续的留意到 集团内股的9904的保存 那所谓航空内股的2618的长龙航 那包含我们所看到金元的部分 2303的联电的话 在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商机是不是能够发酵 如果说能够发酵的话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近期而言的话 封关的行情 可能这个所谓的资金的部分 可能会流向所谓的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的话 在封关的行情 那要大涨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大 那近期公布所谓原月份的营收 我们就可以看到代号2882的国泰金 它是属一个领头羊 包含这个2881的 这档股票叫富邦金也好 你看到2886的所谓的兆风金 我相信这个三档龙头股票的话 目前为止在所谓台面上的表现 有机会牵动所谓的银行类股 那率先做出个起涨的动作 那当然近期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人气的一个指标股的话 这里面股票就包含所谓3673的TPK 由于外资目前为止对于TPK的一个 看法上面比较有分歧 但是今天的盘后的一个所谓股价 是做出一个大涨的动作 那外资总体的一个买超的话 也接近4000多张 那自营商的部分的话 也是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298宏达店的话 那近期而言股价受到所谓财报的影响 虽然看到一个下跌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在52均线的附近的话 开始做出个利手的动作 那盘面上面这些所谓的宏达店也好 我们看到3673的TPK也好 包含这个245色联发科在内的话 我相信这些都是所谓的关盘的一个重点 联发科的股价在昨天打到跌天板 今天是开低走高 但是目前为止 虽然是收的是一个红棒 但是外资的一个买卖超 并不一致 也就是说外资跟投信的部分的话 是站在卖方 那自营商的部分的话 是有少幅的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 联发科的股价的话 应该会在低档区开始做出一个震荡整理 等到整理完毕的话 我认为这个多方格局没有改变的话 上涨的机会还是很大 是 好了 非常感谢运达投顾 严义民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严老师 谢谢 谢谢 担心农历春节的长假前的卖亚 似乎是告一个段落了 电子重涨兵幅 成交量又回升到900亿之上 多头重新整队 续往9500点的关卡来挺进 而明天台北股市的重头戏 是MFCI公布最新的季度调整了 而距离农历年之前的封关 只剩下倒数两个交易日 能不能来站稳9500点亮丽的封关 外资的态度将是最重要的关键了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是一同来关心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我们明天见 地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 地潭水岸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29131333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红天雷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A品牌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0223653255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森田药庄 使用节水浇浆的产品 就可以轻松省水 当小企业一起节水 用行动来增弃水资源 节约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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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保护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说地震时要蹲下手掩护不要惊慌 妈妈说疏散时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 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 绑家需要行动教育需要绑样 好 再教育一下身体类型 老公 喜欢聊泡茶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 太热水洗澡 碎姿无力 有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小兔 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救命了 网站还有更多知识 肺炎练球菌平常可能会潜伏在人类的皮箱当中 当我们感冒或者是迷运低下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引发清晰性的肺炎练球菌感染症 你知道吗 在台湾每十二个小时就有一个人感染 接种肺炎练球菌疫苗就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阿六云来喔 我请郁云家 哈 六云家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请育婴价合理 育婴金爹 我现在跟我的老闆也怕关心 还可以行亲生活费不住 像阿贝啦 都退休了 老板料理年金啊 每个月都在领耶 花出载耶 你基本工资也逃生耶 要是我去别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够金也好啊 安心生活有人请我 欸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你都存在哪 嗯啊 而且是我在收存款保险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最高保 为新台币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现在这个时机 什么都斤斤计较 省电费 瓦斯费 一样要有诀窍 能效标示五个等级 集数越低 越省钱 冷气就换新 选用能效一级 电费省很大哦 还有厨师机 电费